花蓮市一辆资源回收车19号晚间9点多 在执勤的时候再满垃圾的车顶突然冒出了大量白烟 新的队是连忙请司机来停靠路边 随后将车斗打开卸下垃圾并试图灭火 之后才发现有民众疑似乱丢电池 导致了闷烧才会引起火势 远景当前管制交通 因为资源回收车在执勤的时候冒出浓烟 消防队员感到也是一头雾水 19号晚间花蓮市清洁队的一辆资源回收车 沿街执行请问的时候 车厢内突然窜出阵阵浓烟 回收车驾驶立刻将车子停靠路边 清洁队员卸下回收物试图灭火 直到消防队货报赶来 才顺利将火势覆灭 我是回收车啊 就是有民众丢那个环保电池啊 环保电池 包在里面就摩擦就找起来 我发现就赶快找空气先下了 我们在某一个垃圾带里面 然后我们发现了有燃烧的痕迹 而且当我们发现的时候还正在冒烟 可能是哪一个家户 他在丢资源回收物的时候 把不该丢的东西 然后投入里面 实在是看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啦 华林清洁队指出类似的状况 每年都会出现好几次 民众要注意除了垃圾分类之外 易燃物千万不要丢进回收车里 清洁队员只要发现 民众丢了不该丢的东西 环保单位就可以依规定 开单告发 记者综合部长